因为这个三旗屈是吧 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肝门跟会音部 大家看这个手臂 我把那个手换过来 也是一个道理 这个地方是上胶嘛 上胶 中胶 下胶 所以才会有心门 肝门 肠门 对吧 心门 肝门 肠门 它就是一个人体的上 中 下三胶 所以这个三旗屈 它尤其是这个旗门屈 它对应的就是会音部 它治疗女性 的这个复刻疾病 效果非常好 董公他在生前 用这个三旗屈 治疗女性的性能带 十余次而遇 他就有一个患者 有这个三十来岁了 他来找了董公治疗 因为他有这个就是这个性能带 然后就不敢结婚 不敢结婚 然后就找了董公治疗 这叫十余次而治愈 后来这个女人顺利的结婚生死 然后呢 他治疗女性的难倒性高潮 就是他有正常的期语 但是呢 很难打高潮的 也可以用这个三旗屈来治疗 董公也讲了 他在原来董公的书里面 他也讲了这些案例 刷个十次八次 就可以慢慢看到效果 最好是在配合我们的下山滑穴 配合下山滑 或者是复刻还潮 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一只血位 三旗穴 他治疗 这个女性的复刻炎症 有特别好的效果 我在我这个在门诊也好 在我现在店里也好 我治了很多例的女性 原来在门诊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复刻 我们当时中和门的 有七个科室 七个科室有个复刻 复刻有了 所以我们来看很多复刻病 用针灸来调理复刻病的效果 不比用药 不比那些打掉瓶的效果差 并且效果还要好 还要快 你看这个三旗屈 他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 可以治疗西医中所说的 炎症性疾病 比如说盆腔炎 对吧 宫颈炎这些 他都是算炎症的 比如说下胶湿热 下胶的湿热 而导致的白带多 小便刺热 刺就是 我们说就是小便 要拉悬尿嘛 对吧 小便红嘛 滚烫滚烫的 拉小便不舒服呀 尿瓶尿急 包括女性导演 效果都是可以的 扎症的时候 一定是吧 从阳明透三胶方向 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 有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治复刻病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 以穿纸扎法 才能打得比较好的效果 因为他主要是调 调三胶嘛 然后又是这皮下 他调肺 肺的气血 也就是调气 同时 他又跟大肠 大肠与肝又是相别通的 所以肝你想想 我们的复刻疾病 有几个是跟肝没有关系的 跟肝关系密切 所以我们用中医针灸针路 这个肌路来调理复刻的 你调理疾病 你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在这里 他输完液以后就到我们二楼给他扎针 我给他扎针用的就是我们的三脊血 富壳环巢 再加上手解血 然后再加上我们天中云白礼白 这几个血维加 依次的效果 大家知道扎手解的 滋养的效果非常好 给他扎一次 那基本上就不痒了 虽然说手解 资本的东西了 然后我再用复刻三脊 云白礼白 这些血维来调理 局部为给他做IGO了 所以这样一做 效果非常好 我在给他八疗 那个地方八疗 也给他次学的 放了很多血绰 所以他自 我用这个针灸 用外治疗法 我做一次两次 比他输液七八天 效果还要好 所以有些对我们的丈夫